为什么耶稣要说爱你的邻居 撒古鲁回答 邻居不是说住在你隔壁的人 无论谁 无论什么东西 现在在你旁边的就是你邻居 如果耶稣说的是爱地球另一端的某人 人们就会照做了 很容易 但爱你的邻居 嗨 它不行 不是吗 在这一刻 无论谁在你旁边 如果你学会了爱它 你就会变成出于本性去爱 不是吗 因为此刻这个人在那里 另一刻另外一个人在那里 下一刻一只昆虫在那里 再下一刻一个人在那里 如果你学会了爱此刻在你旁边的任何东西 你的本性就变成了爱 爱意味着什么 感情层面上 爱就是一定程度上的包容 不是吗 爱你的邻居并不容易 这需要转化 这需要转化 不是吗 你要改变一些东西 才会爱你的邻居 而爱上帝 你无需做任何改变 你能完全地自欺欺人 你还能忽悠整个世界 并仍然爱上帝 这就像是现在到处都流行这样 我发现尤其是西方的新纪元灵性流派 继承了这点 哦 我爱人类 我爱宇宙 嗯 那很简单 你无需爱任何人 如果你要爱一个人 这需要付出生命 不是吗 我爱整个宇宙 但我受不了 现在坐在我旁边的这个人 这可不是一回事 这些就是胡说八道 太多的胡说了 是吧 我爱全人类 你爱的全人类在哪里呢 不 我就是爱 是的 那太容易了 就去爱一个人试试看 需要投入什么 你要把你的很大一部分放下 如果你要爱一个人的话 要舍弃你的很大一部分 不是吗 对吗 但是 我爱全人类 这个容易 有人说过 爱你的邻居 这太重要了 意义重大 哦 我看看 谁是我邻居 这不是重点 谁此刻在你旁边 无论你现在触碰到的是什么 就无分别心地去爱他 你呼吸的空气 是邻居吗 是吗 空气是你的邻居吗 你喝的水是邻居吗 坐在这里 对吗 旁边那个是你邻居吗 你走过的土地 它是你的邻居吗 就爱你此刻触碰到的东西 无论它是什么 那么 这就截然不同了 这需要你付出生命 否则 爱 不会发生